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面对巨魔魔君 那魔尘非但是没受伤 反而是先行斩爆了巨魔魔君的一臂 简直是让人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而更让人无法接受的 还是秦晨的眼神 此刻 秦晨盯着巨魔魔君 眼神火热 就好像是看到了什么美味佳肴一般 又好像是银贼看到了一个爵士美女一般 那眼神赤裸裸 让众人心中慎慌 变态 这魔尘该不会是对巨魔魔君感兴趣吧 不少魔族强者的一个哆嗦 心中发慌 呵呵呵 再来 秦晨冷笑了一声 身形骤然再度消失 巨魔魔君瞳孔一缩 滚开 哼哼哼 这一次 巨魔魔君没有试图去寻找秦晨的位置 反而是咆哮一声 轰隆隆 他身体中滚滚的巨魔领域席卷而去 他周身无尽的虚空奇奇炸裂 化为了漆黑的空间黑洞 既然找不出秦晨的位置 那么就用无差别的攻击进攻 直接找出秦晨的踪迹 果然 在四周虚空爆开的一瞬间 一道身影 骤然出现在了空间乱流之中 找到你了 巨魔魔君咆哮了一声 吼的一下 他身体之中 无数密文涌动 本源燃烧 一股黑暗气息涌动了出来 轰的一声 他身上的气息 在一瞬间暴涨 同时 闪电般的一拳 轰向了秦晨 这一拳 直接将虚空轰得粉碎 空间乱流都直接爆碎开来 连同恐怖的权威 将秦晨直接吞没 轰的一声 粉碎开了 成功了 在场很多人都瞪大了眼睛 那小子 被巨魔魔君一拳轰爆了吧 魔君 远处 黑是魔君脸色一白 身形微微的晃动 仿佛遭受到了重状 魔尘被杀了 不 黑是魔君心中充满了交情 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对秦晨充满了如此的担心 可他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思绪 而黑风魔将他们也都进口 魔尘大人被杀了 如今 他们的命运已经和秦晨彻底联系在了一起 只要是秦晨不死 他们的地位都将陡然提升 可一旦秦晨陨落 不管他们和秦晨是什么关系 到时候都难逃一死 就凭秦晨先前的嚣张 剩下的那些魔君都不会饶过他们 特别是巨魔魔君 根本不可能让他们活下来 魔族征雄就是这么残忍 可以说 他们和秦晨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不对 然而 在其他的魔族强者震撼之际 巨魔魔君心头确实一惊 感觉到了不对 他先前那一拳落下 有一种虚幻感 根本不像是 轰吸在了一名强者身上的感觉 仿佛是 像是轰中了一个虚幻的东西 是残影 巨魔魔君惊怒 脑海之中猛然的惊醒 而在他明白过来的一瞬间 嗡的一声 一道冰冷的杀机 骤然从他的背后传递而来 不好 巨魔魔君心中顿时涌动出来的惊怒 轰的一声 他转身急忙一拳轰杀出去 然而 不等他的拳头轰到什么东西呢 一柄绽放着冷光的魔刀 已然是闪电般的出现在他的眉心 直接将他的眉心洞穿 轰的一声 巨魔魔君的身体 陡然变得虚幻起来 一股可怕的刀意 如同是汪洋一般 轻刻间涌入他的身体中 将他的肉身泯灭开来 砰的一声 他的肉身在众目睽睽之下 直接粉碎开来 他竟然是被秦晨给一刀秒了 不 不 给我倒住 巨魔魔君惊怒 轰隆隆 他在身体之中滚滚的巨魔之力催动 可怕的是 巨魔气息涌动 绽放出可怕的神红 试图阻挡秦晨的刀意 但是 根本是无济于事 从秦晨战刀之中 涌现出来一股恐怖的吞噬之力 在毁灭他的肉身的同时 更是吞噬他的本源 而在这一股吞噬之力的可怕 强如他 也根本是无法抵挡 不 不 巨魔魔君发出了一道凄厉的嘶吼 轰的一声 他的肉身直接崩灭 化为了虚无 崩滚的精血 本源 大道 魔气 甚至呢黑暗之气 都被一瞬间吞噬 消失不见 砰的一声 巨魔魔君的肉身中的生机 彻底消失 肉身粉碎 只留下了一道虚幻的灵魂 你 巨魔魔君惊恐地看着秦晨 此时此刻 一向霸道的他 终于感受到了恐惧 他这一生 杀死过无数的魔族强者 死在他手中的魔族高手 数不胜数 他最喜欢的 便是看着那些魔族强者 陨落在他的手中 看着他们绝望的眼神 凄厉的残叫 巨魔魔君心中便涌现出了 一股强烈的快感 可当他自己 置身在这样的位置之后 他的灵魂却颤抖了起来 他不想死 不 不 别上我 我愿意臣服你 当你回下一名魔将啊 巨魔魔君急忙惊恐了 他不想死 但是秦晨根本没理会他 他披露巨魔魔君 眉心中的战斗中 突然爆发出了一股可怕的刀意 轰的一声 直接将巨魔魔君的灵魂 给搅得粉碎 直接推噬 巨魔魔君的声音 戛然而止 当场魂飞魄散 烟消云散 此刻 秦晨的混沌世界中 万界魔术 在推噬了巨魔魔君的 本源之力和黑暗气息之后 陡然绽放出了一丝丝的黑色魔光 气息再度得到了一丝提升 不过依旧是没有突破至尊境界 妈的 秦晨无语啊 这万界魔术他到底要吸收多少魔族枪者的本源才能够突破 秦晨无语了 他总不能将这永恒魔讨上面的十八魔君全杀了吧 不过呢 想到万界魔术的强大 秦晨又恍然了 这可是万界魔术要突破至尊境界 要是只吞噬几名后期天尊都不到的强者就能突破 那也太简单了 哪能等到现在 别看万界魔术距离至尊只差一丝 但是就是这一丝想要跨越 那绝对是十分困难 绝非轻易就能做到 不过呢 至少啊 如今的成长让秦晨看到了希望 只要是继续吞噬下去 万界魔术突破至尊境界 那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此刻 全场寂静 所有人呆着 震撼地看着虚空中的秦晨 一个个身躯都颤抖起来 巨模魔君大人也被那魔臣给杀了 我的天 这魔臣究竟是什么变态的 此时此刻 没有人不震撼不心悸 该受到了恐惧 他们看看黑石魔君 又看看秦晨 一个十六魔君麾下的魔将 居然杀了第二魔君 这 天方夜谭 关键是 以秦晨刚刚展露出来的实力 不应该如此默默无闻啊 应该早就在这片海域 声名远扬了呀 可他们在场的所有人 以前居然没听说过秦晨 这实在是太古怪了 嗯 此刻 高抬直上 永恒魔王也豁然站起来 目光森了 之前 他也只是隐约有些感觉 但此刻 他清晰地感觉到 巨模魔君的肉身和灵魂在崩灭之后 其所有的力量居然消失了 好像凭空不见了一般 这小子 永恒魔王闭上了眼睛 轰的一声 他的感知 直接联系上了 这永恒魔导弟弟的魔元大阵 对是 魔元大阵中 一道道气息息却而来 永恒魔王仔仔细细地感知着 等他再度睁开眼睛的时候 眼眸之中已经是彻底冰冷一片 身为这魔元大阵的 知脉掌控者 才能清晰地感觉到 这魔元大阵中的任何变化 正如秦晨猜测的这般 每一次的魔岛大会 永恒魔王之所以会任由 诸多魔军强者厮杀 并且陨落 就是为了让魔元大阵 推示这些强者们的本源之力 这是魔主大人的命令 是他坐镇着永恒魔岛最重要的职责 可在这一次魔岛大会 明明先前已经陨落了几大魔军强者 但是他却完全没有从魔元大阵之中 感受到吞噬的强者力量 这让他心中一片冰 他隐约有一种感觉 之前被杀的所有强者的本源 极有可能是被眼前这个 杀死了诸多魔军的魔尘给吸掉 好家伙 竟然敢在他永恒魔岛上撒野 永恒魔王心中冰冷 不过他并未贸然有所举动 只是冷冷地看着金城 心中转动 因为魔岛大会的规矩 并非是他定下的 是魔主大人定下的 也是乱神魔海 能吸引如此之多强者远古所在 他堂堂魔王自然是不能轻易出手 对下面进行排位赛的魔军动手 那是不行的 不然传出去 谁敢再来他永恒魔道去远 永恒魔王目光闪烁 心中沉思 想要找个无比完美的办法 有了 突然 他的目光落在了第一魔军的身上 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 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此刻 血战台上一片寂寂 秦晨的实力已经彻底惊呆了每一个人 这一次的魔岛大会 直接成了秦晨的个人秀 以至于其他魔军之间 根本就无人敢进行挑战 因为 他们生怕被秦晨盯上 非是魔军大人 还愣着干什么 这第二血战台位置不错 赶紧过来吧 秦晨落在了第二血战台上 对着身处第八血战台的黑石魔军 还有黑风魔将等人招收到 巨魔魔军一死 原本还在第二血战台上的其余魔将 早就第一时间吓得退出了血战大阵 弄得秦晨都没来得及斩杀 损失了一大波的力量 不过呢 魔将身上的黑暗之气远不如魔军身上的农烈 因此 秦晨倒也没太在意 众目睽睽之下 黑石魔军黑风魔将等人 纷纷从第八血战台 又飞掠到了第二血战台 一个个落下 眼神中都有着恍然和难以置信 第二魔军 他们这就成为了第二魔军了 哪怕是站在了第二血战台上 黑石魔军他们还是有一种梦幻感 好像这是不真实的梦一般 前三魔军是任何一个魔军 都梦寐以求的位置 但是黑石魔军以前从来没有想象过 自己会站在这么一个位置 而今天 他站在这里 都有些虚幻 黑石魔军大人 怎么样 这个位置如何 秦晨笑着道 我 黑石魔军无语地看着秦晨 他从来没有想象过 秦晨居然会给自己带来这么大的惊喜 他看着秦晨这么一个顶级枪者 居然会在自己的麦下担任魔将 现在想来他都有些难以执行 你如此实力 自己变革成为魔军 为何要成为我麦下魔将 黑石魔军犹豫了一下 但是还是问出了深藏心底中的那句话 他的双目灼灼看着秦晨 他想要知道秦晨的答案 因为这太不正常了 魔界强者为尊 明明秦晨的实力要在自己之上 完全可以直接参加魔导大会 成为更强的魔军 却偏偏在黑石魔心头 成为了自己麦下的魔将 自己究竟有什么魅力 能吸引这么一位顶级强者的加盟呢 比起其他的魔军 论实力他并非顶尖的 论给予的资源 他也不比其他魔军要多 他想不明白 这我喜欢不行吗 秦晨笑着他 喜欢 黑石魔军脸色难看 这答案也太敷衍了吧 这令他心中更加的忐忑 他相信 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秦晨这么做必然有其原因 你告诉我究竟是为何 弄不清楚原因 黑石魔军心中怎么也无法安定 黑石魔军大人 你就别再问了 这时 黑风魔将走到了黑石魔军身边 笑声说道 为何 黑石魔军皱眉道 难道你没看出来吗 黑风魔将笑声道 黑石魔军有 看出什么 那个 非要属下说的这么明白吗 黑风魔将小心翼翼 比起其他魔军 黑石魔军大人 有一个其他魔军根本无法比你的优势啊 什么 黑石魔军更疑惑了 对抗力我